史上第一老赖 中共多少欠条还未兑现 欠债还钱 借钱还钱 天经地义 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 无论时间有多长 很多中国人不知道的是 中共在1949年篡政前 为了生存和发展壮大 除了从苏联主子那里获得资助 在延安时期种鸦片贩卖鸦片 在各根据地勒索富户外 还有一个方式就是向有钱的地主和经商者 打所谓的欠条或借条 虽然中共在1949年篡政后 曾设立清线办 声称在篡政后不久 就统一对这些借条进行了偿还 但迄今为止 没有人知道 中共究竟打了多少欠条或借条 因为很多借款者 或在中共发动的一次次运动中丧命 或者设于中共的淫威 而不敢出声 此外 1970年后 中共还调整了归还政策 欠款不再归还 而是作为支持所谓革命进行奖励 数额由各地民政部门掌握 这不是变相的赖账吗 可以说 直至今日 中共这个老赖的真面目 还没有被国人知晓 不过 从民间偶尔传出的两个个案中 还是可以说明 中共属实是个言而无信的流氓 2023年3月 大陆有媒体曾爆出这样一个新闻 2011年初 广东省江门市彭江区民政局内 一位来自唐夏镇大井头村 名叫梁诗伟的老人 带来了一张欠条 这张欠条的出现 不仅震惊了民政局的工作人员 更震惊了全国 欠条上的主要内容是 金介道大井头村红文三姐百米 共38担70斤 大洋5000元 金条8支 每支一两 待胜利后 由当地县政府偿还 负息两分 此去在偿还之日终结 落款是新赫人民抗日游击队三中队 时间是民国33年12月29号 即1944年 这是梁诗伟在老宅发现的第二张借条 此前发现的一张60斤百米的借条 中共给了他2万元 在老人拿着这笔钱翻修老宅时 发现了这第二张借条 于是 老人轻车熟路 在77年后 拿着这张发黄的欠条 再次找到了中共当局 希望现地政府履行承诺 即按照游击队当日借条 所说 偿还借款 利息 合计金额三万亿元 如此天文数字 当然吓坏了当地中共政府 引起了全国的关注 报道称 梁诗伟现在属于低保护 生活过得十分艰辛 而能将一个曾经富足的家庭 变成今日的惨项 非中共莫属 显然 陆媒不敢深挖的是 梁诗伟的长辈们 在一次次运动中的遭遇 不敢追问梁诗伟在一次次运动中 受到了怎样的影响 从他的名字不难推断 其父辈们对其曾寄予了莫大的希望 希望他师叔满怀 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 但现实必定给了他难以想象的重击 对于梁诗伟老人出事的借条一事 报道说 尚在人世的中共游击队的指导员 廖健的妻子表示对此事有印象 廖七说 梁洪文早年在美国务工 回国后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 以及敢闯敢为的精神 赚了不少钱 后回到国内 置办了一栋大宅子 又添置了许多土地 一跃成为大井头村的大财主 他先后娶了六房老婆 借条中的洪文三姐 使梁洪文的三姨态 颇有管理才能 在梁洪文去世后 成为梁家的掌舵人 梁诗伟的生母为洪文六姐 但出生没几天 就被三姨态抱养在膝下 回过头来 再看江门市政府 如何处理第二章欠条的 据估算 这借条的本金限值17万元 加利息就得有34271亿元 按江门市当年财政收入来算 江门市政府不吃不喝 要还342年 赔不起的江门市政府 一方面已当时是国民政府当政 或应由国民政府偿还 存在错误 且不被法律认可和保护的 计息方式而拒绝承认 但另一方面 又想办法帮助老人解决生活困难 大概也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地道吧 对于中共的无赖行为 网友们纷纷表示应该还钱 呵呵 金条 大洋 都是有价的 对价后算利息呗 直接一次性给予1亿元的补偿金 不然以后再有这种事 就没人再借了 应该兑换并感谢 这种看见多了 就不想还钱的无信无疑 应该得到谴责 世界不是捐 如果证明借条是真的 国家必须承认 并应该如数偿还本金加利息 嫌数额巨大吗 别忘了 当初这笔钱和粮食起的巨大作用 还有一件是大陆媒体 在2011年爆出的 说的是广东 波罗县农民向政府讨债 讨了60多年无果的真实故事 1947年 广东东江游击队长 向地主黄关荣借了两支步枪 一支手枪 250颗子弹 还有一千多斤粮食和两头猪 游击队中队长李汉辉 给黄家写了张戒句 并著名打出江山来算账 黄关荣是黄苏强的祖父 黄海洋的父亲 当时兵荒马乱 为了保家忽怨 黄关荣就买了一些枪支弹药 那时的枪支都很贵 据说一支左轮手枪 需要150弹道骨 一支步枪 也要一百多根水桶粗的杉术 驻扎在附近的中共东江游击队 东山支队中队长李汉辉 听说黄家有枪和弹药后 就提出药借用 于是 十年十四岁的黄海洋遵从负命 给游击队送去了枪支 弹药和粮食 李汉辉遂写下了这张戒句 根据黄海洋的介绍 其祖上是地主 后因其父亲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 导致家道中落 到了中共建政前 家里还剩下七八十亩田地 就靠收租生活 中共建政后实行土地改革 黄家的土地被分掉 黄家被评为破落地主成分 黄关荣也挨了皮豆 1962年去世 六十多年来 黄家一直保存着这张戒句 一直希望兑现 然而却迄今无果 1977年 黄家人向博罗县民政局 申请解决戒句之事 但县民政局 以这种情况战争年代很多 现在县里也没钱支付 唯有不了了之 2009年 黄家人再次找到 博罗县民政局 县民政局 以双方当事人都已不在 只一个人作证不够为由 将他们挡了回来 2011年 因黄海洋体弱多病 家境贫困的黄家 无钱为其医治 其孙子黄苏强 遂将借句发到网上求助 想必 如果政府可以补偿一些钱 黄家就可以给老人看病了 不过 虽然欠债还钱 乃是天经地义之事 可看看当地民政局 唐塞的理由 就知道 黄家要想讨回这笔钱 并非易事 核心貌似就在于政府没钱 可是即便有钱 政府就会支付吗 不妨审审博罗县经济发展 到底如何 网上信息显示 2011年 该县第五次被广东省政府 评为2010年度 加快县域财政发展奖单位 资料显示 2010年 博罗县地方财政 一般预算收入超过15亿元 同比增长21.34% 博罗县上化中央两税收入8.39亿元 同比增长13.29% 上化中央所得税3.04亿元 同比增长36.78% 根据相关指标的权重计算 博罗是全省 县域经济增长较快的28个县 去之一 上书数据表明 博罗县并不是一个穷县 怎么就拿不出钱偿还皇家呢 不过就是几万乃至十几万块的小钱 别者粗略计算 并非真实 看来博罗县政府不是不能 而是不愿 不愿的背后是良心的缺失 和一个政府缺乏诚信的表现 也许在博罗县的政府官员们看来 这样良心的缺失和缺乏诚信 从中央到地方可谓比比皆是 单单指责他们并不公允 还有2014年 大陆南方都市报报道 广州人吴继房拿着1942年游击队 向他祖父打的欠条油麻地游击队 借骨子86弹 大洋1400元等 希望政府补偿 但广州市民政局却认为 只能给他荣誉 因为没有政策规定说要还 最后 吴继房只拿到1000元慰问款 大陆还有媒体报道说 1947年11月 由邓大军某部供应科余 向湖北武汉熊玉南 熊华仙兄弟 开出一张1000金稻谷借粮证 上边写着 我民主政府成立之即行结算 在1953年和1957年 当地政府在清理相关借据时 熊玉南从未开口 实在害怕什么 直到1999年 武汉市政府才得知这张戒条 经鉴定为真 但还是没有赔偿 直到2012年6月 媒体报道此事 丙岛迅速批示 新州居民政局 才向熊市兄弟的后人 发放了一半元的特殊补助款 当年借粮食的承诺 早已成为了一纸空门 从某个角度而言 不承认借条的江门市官员 和不愿偿还皇家的 薄罗县等等的官员们 并没有错 因为他们所为之服务的 中共政权 从其建立之日起 就充满了谎言和欺骗 他的建党之日是假的 抗日是假的 所树立的诸多英雄人物 是假的 60多年前的中共 为了美化自我 吸引民众 还相当向往民主 比如1945年9月27日 新华日报发表了 社论民主的正轨 毫无保留条件的 还政于民 在文章中 中共大力批评 国民党一党独裁 并要求其实行民主政治 一党独裁 遍地势在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 主要关键在于 结束一党治国 言论出版集会和人身自由 是民主的起码条件 可是看看当下的中国 人民既没有真正的选举权和罢免权 也没有真正的对政治法律 有创制和复决之权 既没有言论集会自由 也没有出版信仰自由 暴力 野蛮 欺骗 是这个时代的特征 中共不仅结结实实地 打了自己的耳光 而且让更多的人明白了 这是一个多么善于撒谎的政党 在这样的政党下统治的中国 梁家 皇家 要想通过正常渠道讨回债务 确实是相当困难